無人機這個是有公益的目的 譬如說過去要像說你要去抓這個 掏偷到廢水 你深夜的時候潛到那個蟋蟀 那現在這個是不用 所以它其實是有公益的目的 而且很多作為工具機的使用 主席有請林部長 然後民航局林局長 以及公務總局陳局長 陳局長 部長 局長 早安 那我先問一下公務總局陳局長 那您知道說昨天 北市的監理所被北檢搜索的事情嗎 我了解 那您知道這個所長被帶走嗎 被當庭局啊 那現在的狀況怎麼樣你了解嗎 因為這已經進入相關的一個施法的程序 原來上我們就充分的配合 要來處理 那對於我們局裡頭內部人員的一個 調整跟處理 我們已經在昨天做了相 那你知道它是訊後被賜毀 還是說它被這個交保還是怎麼樣 我們了解 當然這產生 對社會產生很不好的一個情形 它是當庭收押 收押了嘛 對 那我簡單講 它基本上是以這個 因為有可能會勾串共犯跟證人之語 所以被收押 那現在它已經被收押了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知道說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嗎 就這個案情 你知道嗎 這個案情剛才特別提到 它現在正在調查中 我們還不是很了解 好 所以我直接講啦 事實上就是說 你應該要對這個案情有所掌握 因為你有37個監禮站跟監禮所嘛 那它的狀況我是覺得非常惡劣啦 它是把本來在這個士林站的公立院的駐點的 這個見檢的人員把它趕走 這媒體都有報導 它把它趕走之後 然後它自己跟這個業者在外面開診所 然後自己嚇給這個自己在外面開的診所說 這個人家要來這個換照或怎麼樣的時候 讓它的這個診所去做這個見檢 大概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在這個事前 因為它當過公務總局 事實上它當過公務總局的秘書室的主任 那11指等 這指等應該是相當高的 就是說你在事前 你都完全沒有掌握是不是 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局裡頭有相關的一個正風的體系 然後我們局大概每個月大概都有相關的聯政的匯報 在做相關的一個聯政的要求 所以你不知道 然後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是 那我現在就問 就是說因為它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你的這個監禮站 監禮所 應該理論上 我看起來就是說 應該有一個公立醫院的註點人員 那就是見檢就是由它來處理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其他的這37個這個監禮所 那擔任這個見檢的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相同的情況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了解一下 這個我 我們在昨天大概已經要求 我們的相關的同仁 對於所長所擔任職務 所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是不是有相同的情形 大概已經昨天有要求去了解 但是我應該特別提到 有關監禮機關的這個 為了要做 考照的體格的檢查 那還要跟當地的這樣的一個特性的不同 所以有的是 是委託 也有委託的 也有委託嘛 有委託外面的診所 但是外面的診所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你可能要去了解 是是是 好那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之後 就是說針對這個懲處的部分 因為看起來它還有其他的共犯嘛 然後還有六個證人 然後七 這個七個被告的這樣狀況 那其他的部分 你有 是不是應該要去調查 說就相關的人員 應該要去做相關的懲處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報告我們在昨天大概就已經啟動 有關司法的透過司法途徑 在行政的調查 我昨天已經 要求我們的政府 那是一個禮拜 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檢討報告 是我們來提出先行政 給這個委員會參考 是是是 那至於說 所長本人 我們在昨天已經把它調離 為非主管 最上的報告 好那就這個部分 那其實部長 那先請部長 事實上我是要來討論這個 這個無人機的問題 那就是說 這一個 咦 這個 沒辦法動 喔 OK 好 就是說 無人機剛剛部長也有報 就是說 的報告裡面我有聽到 就是說 事實上 部長也認為說 就是在三月底的時候 這個管理規則已經要上路了 對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說 它是一個新的東西啦 那在國外也非常多 我相信部長 部長事實上 美國日本都非常清楚 那就是說 對待一個這樣的新的事務 我們是不是應該 就是說 以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就像之前 這個講的 就是說積極 這個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而不是說 就是說以一個禁止的態度 部長你同意這樣的 這個態度嗎 同意 所以就這個部分事實上 它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在四月十三號的時候 民航局的表示就是說 各個地方政府對無人機 不太熟悉啦 那到底就是說 要正面表列 還是負面表列 民航局的態度 一直都非常的曖昧 然後認為說 這是應該要 由地方政府來 處理這樣 那民航局 基本的態度 它是要正面表列 但是 到目前為止 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它希望就是說 這個地方政府統一採 正面表列的方式 但是事實上 能夠尊重 地方的決定 也就是說 它作為主管機關 民航局事實上 它沒有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 要不要正面表列 跟負面表列 然後下一個就是說 當民航局 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沒有表太清楚的時候 現在的狀況 就是 亂七八糟 因為各個縣市 紅色的部分就是說 大家畫出來 就是沒辦法去飛的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整個台灣 然後整個縣 各個縣市的狀況 都不一樣 這是不是請局長 可以說明一下 局長先說明 包圍 目前我們是 400尺以上 因為有人機有干擾 所以400尺以上 我們是禁止 一般自然的 因為法人可以申請 對 所以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那你現在的傾向是說 正面表列還是負面表列 這差非常多 是 因為你正面表列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把全台灣都窮盡 那 一般的這個民間的願望就是說 希望就是負面表列 你就是告訴大家說 哪裡不能飛 那哪裡可以飛 那負面表列出來 這樣就清楚了 那因為你的政策這樣子 事實上現在各縣市都不一致 事實上局長你是清楚了嗎 是 跟委員報告 22個縣市我們兩年來去了兩遍 所以大概有44次 加上我們開了52場的法定說明會 各地方都開 那目前的狀況是因為各縣市政府 還碰到一個問題 他們還沒有仔細的思考 他到底要開放多 是啊 所以你現在3月31號就要上路了 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因為這幾天以來 對 每個縣市政府也非常重視 是 所以像昨天台南高雄 沒錯 開會我們組長都有去 對 後來他們也調整他們的方式 他們願意開放多一點 所以 昨天 就是說嘉義台南跟高雄 事實上改才負面表列 應該說他開放的力區多一點 好 那就這個圖嘛 我們這個 這個 下面這個圖就是說 昨天的時候就變這樣了 好 所以你每天都會不一樣 所以 我才會說 現在因為你沒有一個 你民養局 你是一個主管機關 你沒有一個態度 那你沒有一個態度的時候 你看 昨天台南市長 黃偉哲 然後就是嘉義縣 以及高雄市 他現在又變成負面角列 所以就變多一點了 好 包委員這個可能要跟你報告 因為民養局沒有睡一年 大概兩年來已經 我剛剛報告過兩個 對你這個已經言過一次了 剛才部長也有講 就是說四月 這個七月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要上路了嘛 那你現在三月三十一號 你怎麼上路 我的問題在這裡 我原報告 現在政府這一個月以來 因為很多議員 跟地方民眾 當然 那也就是說 這幾個區域 玩家或自然人比較多 他們希望多一點空間 那像宜蘭 我們去看過 他 他一樣是 紅色區一放 局長 現在的問題是 我真的在這邊 要讓部長了解 現在問題是說 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各個縣市的議員 真的 連我們實力的議員都忙翻天 大家都來澄清 然後大家都在開公聽會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就是 中央 民航局是一個主管機關嘛 你要有一個態度 到底正面表列 還是負面表列 這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 而且你看一下 國外的例子 你就會有答案了 這個東西 如果你正面表列 是永遠 沒辦法窮盡的 然後 接下來我要 講一下就是說 現在周延峻 大家都說 他是一個天才嘛 無人機的這個達人 然後他才14歲 所以你看 如果按照你的這個 無人機的管理規則的話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奇怪啦 就是說 學習操作證 16歲 然後 這個學習操作證 16歲呢 意思就是說 他有學習操作證 然後有一個那個 有駕照的 有普通操作證的在旁邊嘛 那這樣就學習了兩年 然後普通操作證18歲 為什麼這樣 操作證18歲 所以 重點是 如果 按照你這個20條的規定的話 這個 周延峻 他就不能夠 來 操作這個無人機了 包委員 這個誤解了喔 對 如果在學校區域 學校是屬於綠區的話 那 裡面的人是可以玩 兩公斤以下不用考證 是可以做 所以 在學校裡面 國中小 你意思是這樣嗎 綠區也可以 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 你就沒有按照這個規定了 那你 他不用考操作證 然後就是說讓 這個 但是出了學校之後 你就是要16歲 出了學校之後 是 進縣自驅 那他當然 但是這標準是做 但是其他地方綠區 他要有大人在旁邊 會比較好 因為各位看到 無人機的本身 大小差非常 但是 你知道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小孩比 大人厲害嘛 我意思是這樣 小朋友是很厲害 所以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如果依照你的標準 那個傳統上的思維 就覺得說 小孩在玩大人在旁邊 可是 以照這個例子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14歲 他在開課 大學教授坐在下面聽 說實在的 這個 很多大人也不會這個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的標準 到底是何在 報委員 您剛剛講的 其實是 我們希望安全的管理 有序的推動 好啦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到底標準何在 那比較嚴重的是說 在這個地方 治安人跟法人 事實上你把它做 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 民航法的這個機制裡面 做差別待遇嘛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就跟部長報告就是說 原則上應該是開放 然後積極管理有效 就是說能夠有一個積極正面的態度嘛 可是你這個部分就是 一到八款 全面禁止 而且自然的人部分你看 不得以遙控無人機投擲 或噴灑任何的物件 表示什麼 我是農民嘛 我去轉郵啊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我是一個自然人 報委員 農民的部分只要是農會就可以 對啦我知道 所以你的第二款 就開了一個大門 就是給機構嘛 給法人嘛 對 機構法人是可以 然後第六呢 就是說不得於日落後日趨前飛航 所以就是夜拍就不見了 那 到底說 到底為什麼 這個就是很多的 這個民眾在反應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自然人不行而法人可以 報委員 因為自然人的畢竟是 大部分是個人玩家 對啊 那他本身不是那麼 應該說他使用的比例不像法人那麼多 但是這不是一個理由嘛 你是如果是一個開放的態度的話 你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而且很多的自然人 事實上他這個 我要說的就是說 可能讓部長也了解 就是說他這個 無人機這個是有公益的目的的 譬如說過去 要 像說你要去抓這個 掏偷到廢水 你深夜的時候潛到那個蟋出來 那現在這個是不用 所以他其實是有公益的目的 而且很多 作為工具機的使用 主席再一分鐘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你到現在為止 你不可否認 像昨天台南高雄跟嘉義又改了 事實上地方真的是亂成一團 然後幾乎 這裡這麼多的這個民意代表 事實上大家都在開公聽會 所以我覺得 民養局真的你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而且在3月 你這樣的方式 3月31號你是沒辦法上路啦 是不是說 你3月31號還是暫緩上路 然後再把這個 東西處理得更周延一點 跟委員報告 這個 這個法案是在106年 我知道啊 問題是你要看說你施行下去 那這兩年來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宣導了 那縣市政府現在這一個月 其實我們3月31號 以前都還可以修正它的 正負面表例 所以這個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正面的 但是這個你就是要有一個態度 那最後再請教部長這一張啦 就是說 幾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 正面表列還是負面表列 我覺得中央還是要有一個態度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請部長也可以跟這個部內討論 就是說 3月31號要上路 事實上真的 全台灣的各縣市還是亂成一團 好 那個是報告主席我簡單半分鐘說明一下 這個政策很重要 是 我昨天才主持無人機的會議 事實上是我上任部長之後 把它延到 今年3月31號才施行 那這期間就是在整合我們中央地方政府 那至於說地方政府怎麼樣 因為未來管理取締是在它 那整個淨航的圖資 它也必須要配套處理 那整個執行上的時候 安全第一 那我們一方面希望心力 但是也一定要防避 因為一旦出現了安全事故 整個無人機政策在台灣 可能大家又會過度反應 這個是會失敗 那地方政府在過去這半年多來 我們其實不斷的宣導 各方面 那最後就到了現在 最後一個月 各種意見出來 包括議員 對於市政府的一個監督等等 就會迫使大家最後要完備這個 那剛剛講說正面或負面表列 我當然知道 如果能夠負面表列 盡量以負面表列 可是還是安全第一 因為所有在管理上的時候 最後是地方政府 執法還有哪一些狀況的一個情形 我們竟然切了400米 400尺上下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民航局管的 跟一般地方政府就把它切開 至於說我們的無人機的這個種類 它的一個辦法 最近很多的批評 其實包括什麼環保生態 河川的這些巡守等等 其實都可以在既有的法令裡面 再去充實它 應該是一個月 我判斷一個月的時間 最後就是大家再 公部長看一下這一張 加強一下應該是可以更完美的 現在最後剩下其實沒幾天了 最後就是剩下現在的狀況 應該是就是這一張 但是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各縣市的狀況 紅色的部分是沒辦法飛的 你可以看到北台灣和南台灣 然後差異非常大 也請民航局長 再跟邱委員做詳細的報告 好 謝謝 現在 現在